好 刚刚说到的玉里的赤克山金针花季即将会在8月4号登场 那么满山满谷的金针花呢会吸引来自全台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 那么玉里镇长江东城呢就前往了赤克山来视察这个上山的道路交通路况 玉里赤克山金针花季即将在8月到来 满山满谷的金针花吸引来自全台各地的游客争相到访 玉里镇长江东城提前前往赤克山视察上山道路的交通现况 并且指派公所的清洁队员将道路两旁的障碍物以及落石杂草来清除 这个赤克山的一个整条的产业道路将近有12公里半的一个路程 做一个全面性的第一个是道路的一个两边的道路清洗 还有落石的一个清除 另外上头的一个树枝比较大的树枝的一个修夹 两边的杂草的一个修夹 江镇长说清洁上山道路提高用路人的安全性之外 同时也希望前来赤花的游客 沿路可以带着一颗清新愉悦的心情抵达旅途目的地 期待欢迎我们的所有的乡亲在这一次能够多到我们赤克山来做一个深度的一个礼物 我相信会给一个所有的旅客一个满满的快乐的很安全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旗程 2022年花莲竞争花季从8月4号的七夕情人节开跑 今年六十十山以及赤克山两座山将可以看到超过40公顷的金色花海 并且也推出浪漫主题系列的活动 预计8月13号到9月18号期间 两座山都会进入最美赏花期 旅客可不要错过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